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晚上,今季德甲美輪九場比賽同時開打 其中,多蒙特將會在伊道立信號公園球場迎戰免恩斯 這場賽事剛直播會為大家送上現場直播 多蒙特距離德甲冠軍只差一步,看到全隊上客滿懷鬥志 而且今輪對手免恩斯近況慘淡,多蒙特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可以在主場贏球蓬佩的機會 拜登莫尼克上輪不敵,RB來比錫將增冠主動權拱手相養 多蒙特最後順利把握這個機會,憑著賀拿的梅開爾道和白蘭特的錦上添花 多蒙特作下3比0,完成奧格斯堡,現在二兩分優勢在積分榜上帶頭 但由於多蒙特正勝球落後給拜仁,所以多蒙特美輪必須贏球才能確保他們帶頭的位置 並且衝到終點,利好的是多蒙特收尾戰的對手就是無欲無求的面恩斯 而且多蒙特正處於四連勝之中,這極大提升了他們的爭勝信心 另外今季多蒙特主場戰鬥力十足,前16個主場,他們取得14勝1和1負 87.5的勝率是冠絕得甲 當中3.31個坤長入球也證明球隊進攻效率驚人 另外多蒙特最近進攻演出堪稱一絕,三連勝期間坤長攻入接近5球 其中兩進上半場至少領先3球 狀態簡直可以用預入無人之境來形容 在10至12連續兩個賽季捧起德甲冠軍杯之後 多蒙特已經連續搶達10歸未嘗贏得聯賽冠軍的滋味了 對於德甲的冠軍獎作已經在長時間渴望當中 這都成為他們今輪增盛的主要驅動力 所以說金獎當然體好多蒙特可以贏球奪冠 正如方面前鋒比洛基斯頓相決 至於另一邊緬恩斯,他們暫時取得12勝9和12負的戰績 排在積分榜第九位,既沒有鋼斑風險,亦沒有衝擊歐戰區的可能性 換言之,收尾戰只是完成任務 美林面對多蒙特,勉恩斯賈賈地可以說是左右著德甲冠軍誰屬的球隊 不過,以他們目前的狀態來說,很難影響戰局 因為他們正處於聯賽四連敗當中 期間每場至少失三球 期間多達三場比賽半場處於落後 同時三次成為先失球的一邊 要留意的是,德西球比是52比53 可以看到,他們攻防兩邊是嚴重失衡 後防市發揮不好,亦是近期處於聯敗的主因 而且進攻上沒有甚麼作為 作為緬恩斯主要得分手,恩格華臣和安尼斯和 在過去十輪聯賽當中 兩人合共只攻入三球 反而阿佐基,期間攻入五球 但他今輪累計王牌救數要停賽 令球隊進攻方面再遭打擊 現在緬恩斯無論是大打對攻或進行拍大巴防守 都不會是多蒙特的對手 所以說,緬恩斯金將唯有輸少當贏 陣容方面後衛域馬和前鋒貝卡特欣賞缺陣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呱 habr parade basket 第二 響鐘 ăng聿